一代名臣左宗堂是怎么死的 他的遗言为什么让人创然泪下 在他死后八十多年 当盗墨贼炸开他的墓 为什么会自断手指 1885年9月5号清晨 台风侵袭福州 这个风雨交加的时刻 73岁的左宗堂走完了他的一生 从台关出征 收复新疆 到创然离世 短短四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1870年 左宗堂挚爱的妻子离世 1873年 27岁的大儿子病故 此时的左宗堂刚刚收复宿州 至亲相继离去 他却顾不得悲伤 因为还有太多国事 让他放心不下 直到平定叛乱 收复新疆 他的神经才终于松懈下来 此时他已经名扬世界 成为风疆大吏 入京辅正 但他无异于这些荣耀 对飞黄腾达也没什么兴趣 身边的阿谀奉承 以及朝廷对洋人的卑躬屈膝 让他感到极度失望 他想起离去的妻子和儿子 心生哀痛 夜里醒来 常常失声痛哭 40岁入世 30年来南征北战 东征西逃 他累了 如今年过古兮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他想在家守着亲人 像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一样 寒疑弄孙 他本就是一切书生 只想学以致用 建设丧子 从没想过 今生要带兵打仗 他向朝廷 请了四个月的假 慈禧原本没有批准 但他态度很强硬 最后终于如愿 他坐在 胡香六庄门前 看着眼前的青山绿水 回顾自己的一生 仿佛一场梦 梦还没有醒来 一件大事发生了 法国以越南为跳板 对西南发起侵略 刚休了一个月嫁的左宗棠 得知此事之后 大怒 立刻主动请命 慈禧当即批准 任命他督办福建军务 71岁的左宗棠 招募8000士兵 组成克敬定边军 这支英勇的部队 采用左宗棠的储军兵法 一支正面与法军养公 一支骑兵翻山越岭 去攻打法军后路 这是整个中法战争当中 最关键的一战 镇南关大捷 中国转败为胜 令世界震撼 可惜的是 由于李鸿章的和荣政策 法国虽然大败 却通过和李鸿章签订合约 取得了战胜也难以达到的目的 中国因胜而败 左宗棠痛心不已 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73岁的老人了 每天吃不下饭 经常可写 他知道时日不多 抓紧时间 写下了一篇海防的规划蓝图 提出七条切实可行的意见 写完蓝图之后的第38天 73岁的左宗棠 带着此生未完成的遗憾 在福州任上去世 临终前他还在自责 为大身踏伐 张我国威 遗恨平生 死不明目 四季代后赵玉追赠左宗棠为太父 是号 左文相公 这四个字的含义是 左宗棠以文臣身份 帮助清政府用武力 堪平叛乱 赶走侵略者 实现国家统一 在这个奋起抗争 抵御外辱的时代 左宗棠是中流砥柱 他死了 当时的晚清再也没有硬骨头 法国人松了口气 他们的军舰在东海耀武扬威 左宗棠发出渡海杀贼的动员令 他们吃过大亏 心有余悸 如今他们不怕 英国人松了口气 他们在上海租界竖起 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 左宗棠看见后 下令捣毁并逮捕人犯 端坐八台大轿当中的左宗棠 身穿黄马褂 头戴宝石顶带 威严无比 这样的锋芒毕露和剑拔弩张 英国人怂了 从此只要左宗棠进入租界 他们就立刻换上中国龙旗 派人直边开刀 发礼炮十三小 如今他们不用再这么 攻紧小心了 俄国人松了口气 他们占领伊犁 清政府都决定放弃了 69岁的左宗棠 宁可战死江场 也不让他们占这个便宜 他们抬着棺材 把他们从新疆赶走 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 如今他们再也不用 礼让三分了 李鸿章松了口气 一个月前 他和法国签订 中法会定越南条约 这是中国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 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 是空前绝后的奇吻 左宗棠领衔反对 弄得李鸿章狼狈不堪 如今李鸿章再也没有顾解 1886年11月 左宗棠的棺材由福州起运 到长沙之后 停在史加坡墓园 再由新汉门入城 进入司马桥旧居 最后葬在今天 长沙跳马区百竹村 墓碑上刻着 黄清太傅大学士 克敬侯 左闻香公之墓 墓地两侧 立有华表柱 上面写着 秦川笼道 赛柳长青 汉叶堂归 西垂永固 左宗棠下葬之后 家族选择了一名 叫做黄又春的守墓人 谁也没想到 此后黄家四代 一直在默默地 给左宗棠守墓 至今已经有136年的时间 1971年 曾经有盗墓贼 炸开这座墓 里面空空荡荡 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 有丰厚的陪葬 黄家的守墓人 对墓室进行了修整 此后 当年的盗墓贼 常常受到亲友的指责 他在知道 左宗棠的事迹之后 心中更是悔恨不已 一次久后 再次聊起往事 竟抓起菜刀 剁下自己一根手指 青山有幸 埋葬一代名臣 左宗棠的辉煌功绩 将永垂使策 将永垂使策